从昨天晚上大概七点左右 慢慢就飘着小小的雨 刚刚我们也在雨声的供养下 然后安住了这么一段时间 雨怎么下 那是一种平等的缘起 心怎么想 事实的业力现前 所有我们所得起心动念 其实都是我们的行为的惯性 然后在当下的显现 那在这里面好跟不好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成 跟雨下的好不好一样 其实没什么好坏 就是如是 业力习气的现前 其实它有它一定的因缘性 那在这里面你能不能做得了主 自在不自在 这整个虚空法界 绝不会因为下一些雨 然后变得好变得不好 但在局部的地方 个别的地方会因为下雨 有好跟不好 比如说昨天这么一路下下来 我相信所有的树上的这些尘埃 大概都洗得干干净净 但是地上的泥落呢 那可能就不一定了 有些地方搞不好 还有土石油 那有的地方留下来都是清水 潺潺的清水 所以 我们如果放松一点 把你的心给打开 其实色身相味处 都是一种景象 它只不过是一个景象 那当你的内在的这个心 这时候如果是舒坦的 那你看什么都是用欣赏的角度 反过来讲 如果你的心是紧张的 是执着的 是有所住 有所着的 那么这种种境界 就会跟它产生反应 可能好 可能不好 但是那个绝对是不自在 那个绝对是多余的 以下的好不好 会因为你认为好不好 它改变些什么吗 不会 它要下 你能叫它不要下吗 不会 一样的 你的妄想要打妄想 你要它不打妄想 可以吗 不可以 但是你知道 它要打妄想 它能带走你吗 它能影响你吗 不会 要这样一层一层的剥 把那个不好的 凭着它现前让它脱落 一层一层一层的脱落 雨下了就过去了 它不可能一直下 没有那么多水好让它下 所以一样的 妄想 即使如湍流 你只要轻松的看着 那等一下它慢慢就缓了 甚至你要再找恐怕都找不到 所以不要造作太多 不要自以为是太多 不要一天到晚当盲人当有事人 你当有事人你就真的有事 你当无事人自然就无事 但是很明显 那当无事人不是真的没有事 而是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事 那些不必要的事 慢慢的你就无事人才可以做正事 因为他心里面没有什么瓜 他要做什么都全力投入 都随言成就 而有事人总是用主观意识 要干什么不干什么 一天到晚烦恼兮兮的 一天到晚跟整个色生相灭处 好像都是你的敌人 更不用说人 所有人事物都变成你的敌人 这个也看不顺点 那个也看不顺点 其实最应该看不顺点的是 看到你的习气 你的习气最应该看不顺点 因为那些东西莫名其妙 所以要这样子修 才能够把你的习气改掉 才能断你的轮回 否则你再怎么修都只有增加你的习气 因为你有太多的好物取舍 那习气业力会越来越重 每起一个分别心就加重一个业力习气 每多一个取舍 那就多一分负担 当下的负担必然是变成未来更具体的负担 现在负担只是心里的负担 以后变成业力 业相的负担 所以在每一个当下 要好好的把住你的心 好好的稳住你的身 好好借这个身跟心 来成就真正的你要成就的内涵 我们把你给美好